随着显像技术的进步 电子游戏画面表现力也越来越强了 从早期的像素画面到现在已能达到4K甚至8K的分辨率 用劳拉小姐姐来描述的话 其实一开始是想给劳拉小姐姐安装一个原论的胸部的 但当年硬件条件并不允许更多多边形的结合 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放在游戏的流程上 按照原本工作室的设想 劳拉应该是有着一副火拉自给的魔鬼身材和天使一般的美丽容貌 不过受限于当时硬件水平游戏中的劳拉虽然穿着是性感的 但... 打住打住打住 我爱劳拉 不要跟我抢老婆好吗 但是作为当年的三角形劳拉 你要我怎么心动啊 怎么心动 根本就硬不起来好吗 不过事实上 他们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古墓丽影第一作的确拥有很扎实的代入感和成绩感 这样当时许多同类型的游戏作品根本就没法比 其实一开始PC上他们只预计能卖出5000份左右的游戏 但事实上 仅仅是首批订单的数量就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们的预期 卖了30万份了 哥 是啊 这对于当时基本上都是2D平面游戏的年代 古墓丽影一定是视觉冲击力的新鲜事物 这也预示着游戏的画面即将卖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那么回到公司本身 既然第一部就已经超乎了预期 是的 就在下一年古墓丽影2上市了 古墓丽影2在画面上做出了非常多的改进 最最最最最最直观的是 变圆了 把爷清洁打在公屏上 不过剩于他也败于他 在经历过初代和二代游戏的大火 古墓丽影这个IP就一直处于被压榨的状态 每年都出 但是每年都像挤压膏一样 虽然古墓丽影作为连货 但在销量上玩家还是挺买仗的 但是问题终究还是会出来的 工作室的开发人员经历了游戏开发周期短 巨大的工作压力 2003年随着古墓丽影黑暗天使的发售 让这个系列的口碑跌入了谷底 即使这款游戏放到现在也能单独拎出来吐槽一期 bug是真的多 贴图又差 在当时真的及格水平都没达到 这样一直默默支持古墓丽影呢 玩家终究还是放弃了 工作室这时才意识到 要开始重视这个梦开始的IP 全体起立 2006年古墓丽影传说发售了 这款游戏虽然引用了QTE 但却巧妙的应用在游戏中 完全不让人感觉到突兀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熟悉的新版本 劳拉也在古墓丽影9登场了 这个作品直接推翻了系列所有的剧情 让故事重新书写 劳拉也变得更加逼阵和贴近现实 鼓励这个IP回头是岸 终究还是重视了口碑 啊 以后都不会有三角形了 野心结 野心结 野心结